第十二章 唯父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鼠 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形防 是以圣人唯父不唯目 故去彼取此 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 分杂的音调使人听觉不明 饮食丰富使人舌不知味 纵情狩猎使人心放荡 稀有祸瓶使人行为不轨 因此圣人但求安保 而不足声色之余 所以摒弃物欲的诱惑 而保持安足的生活